当我们仰望星空 心中不禁会泛起一个疑问 在浩瀚的宇宙中 其他星球上是否也存在着生命 如果存在 它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外星植物的颜色 或许是揭开这一谜团的重要线索 地球上的植物 之所以呈现绿色 是因为叶绿素能够吸收蓝光和红光 反射绿光 而如果换作一颗围绕着 比太阳更热的恒星运行的星球 情况则会截然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吸收更多的能量 植物可能进化出更偏红的颜色 以吸收更多的蓝光等高能量光 而在围绕着昏暗的 红矮星运行的星球上 植物可能呈现黑色 这是为了尽可能的吸收 所有的可见光波长 那么生命最初的色彩是什么呢 地球本身在早期的某个阶段 由于一种名为是紫红质的色素 而可能呈现紫色 这种色素是叶绿素的早期前提 分子结构简单 使其成为一种更普遍的色素 如果真是这样 紫色或许是生命天爱的颜色之一 外星植物的颜色 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奇观 它更是蕴含着化学信息 能够从遥远的星际被探测到 地球上的植物 在其反射的光线中 留下了特殊的峰值 我们称之为植物信号 如果在其他星球上 发现类似的信号 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找到外星植被的存在 当一个星球的自转周期 轴轻角 公状轨道形状 以及重力发生改变时 会对植物的颜色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在长土圆轨道上运行的行星 其天气变化无常 这些星球或许千年寒冬 一朝春暉 生机暗蓝 目前探测到的颜质行星 多数是质量庞大的超级地球 这样的星球上 生命又会如何进化 高重力星球上 重力的作用并非一致 生命若是诞生于海洋 那么水中的生物 就几乎无受重力的束缚 因为它们与海水的密度相当 只有当它们登上陆地 才会真正体会到重力的压迫 高重力星球上 陆地复杂生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它们必须拥有更坚硬的骨骼 和更有力的肌肉 以及更高效的循环系统 才能抵抗重力的压迫 而强重力也会让植物 付出更多的代价 运输养分的能量开销更大 可能使它们长得矮小和低矮 低重力星球上 另一种危机正悄然发生 它们难以保持大气层 又没有磁场的屏障 将遭受宇宙射线的无情轰炸 不过体积更小的星球 也未必没有生命的希望 广袤的洞穴系统 为生命创造了避难所 有人估算 最小的可居住行星 其质量也不过是地球到2.5% 如果这些星球上 真的带上了地道生命 那将是多么壮观的画面 远离地球的重力束缚 生命将展现出 怎样奇异的形态 在微重力环境下 虚物可以肆意生长 高耸入云 将养分输送到难以企及的高度 动物也不再需要 笨重的骨骼和肌肉 体型可能会突破我们的想象 化作轻盈挑逸的空中精灵 或体型庞大 如史前巨兽 在地道上自由吃手 地球上 从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到复杂的动植物 进化历经了漫长的31年 而外星生命 是否也遵循着 类似的进化轨迹 或许 在某些星球上 生命已经进化出 超越我们认知的形态和功能 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和能力 为什么说 微生物是外星生命博物馆的 璀璨明珠 尽管体型微小 但微生物却是宇宙中最顽强 适应性最强的生命形式 它们的存在 或许遍布于宇宙的各个角落 因此 在外星生命博物馆中 最大的展区 或许要是微生物大厅 发现外星微生物 将是人类历史上 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即使只是微小的外星微生物 也能为我们 揭示宇宙生命的奥秘 例如 地球上的碟层石 就是由微生物层层堆积 形成的巨大岩石丘 留下了令人惊叹的结构 在外星世界 数量足够巨大的外星细菌 可以通过呼出氧气和甲烷等本不会自然共存的气体 留下独特的生物特征 供我们识别和探索 在没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上 单独出现氧气或甲烷并不稀奇 然而 当这氧的气体 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星球的大气层中时 情况就变得耐人寻味了 这几乎是生命活动的明确信号 意味着星球表面可能存在生物体制造这些气体 在地球的功夫中 氧气和甲烷的独特特征清晰可见 下一代太空望远镜将拥有更强大的探测能力 或许能够捕捉到来自其他星球的类似信号 皆是地外生命的风景 距离地球最近的类太阳恒星 可能只在20光年之外 在其宜居区内 或许存在着拥有内地环境的细外行星 甚至肉眼可见 大多数赫矮星温度过高 不适合生命生存 然而 一些温度适中的赫矮星 其大气层中却已探测到 所有生命必需元素的存在 在这些赫矮星的云层内部 可能存在着温度和压力 是一生命生存的区域 甚至可能存在类似地球海洋中的光合浮游生物 通过上升气流悬浮在天空中 为生命提供能量 如果上升气流足够强劲 甚至能让体型更大 更复杂的生命体悬浮其中 比如食肉生物 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我们一直都在错误的地方寻找 如果大自然有其他生命形式呢 目前看来 宇宙大部分区域都太冷或太热 无法存在液态水 和支持我们已知生命形式的生物化学反应 但为了防止我们的偏见 将我们引入歧途 我们需要撒一张大网 去医疾区以外的地方寻找生命 甚至是在那些看似对我们极度严酷的环境中 在奇异的环境中 可能存在着独特的生命化学物质 虽然没有哪种元素 能比得上碳的多样性 但硅元素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从表面上看 硅和碳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 它们都能形成四件 并且在地球上多较为丰富 然而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 这两个元素只是表面生病 硅件比碳件更加脆弱 也不太容易形成大型复杂分子 然而 硅奈高温的能力 却为生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如果生命以硅原子 而非碳原子为基础 它们将能够更好地耐受极寒环境 并演化出奇特的多样性 然而 硅也有一个致命弱点 在氧气存在的情况下 它会与氧结合 形成坚硬的岩石 为了避免石化 硅基生命可能只能生活在无氧环境中 例如土星冰蟒的卫星太坦 太坦上广阔的液态甲烷和雨丸湖泊 可能为硅基生命或其他未知的生命化学体系 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 像太坦这样的星球缺少充足的阳光 那里的生命很可能依靠化学合成存活 通过分解岩石获取能量 这种生命形式的新权代谢可能极其缓慢 生命周期以百万年纪 在高温环境下 通常坚硬的硅氧件会变得更加灵活和活跃 从而引发更具活力的化学反应 这催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生活在熔熔硅酸炎炎内部的 硅基生命形式 理论上 这种生命形式甚至可能存在于地球内部深处 成为岩浆房内影子生物圈的一部分 如果真是这样 外星生命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科学家还提出了其他影子生物圈假设 其可能存在与我们共同生存 却未被发现的生命形式 例如微小的基于RNA的生命 它们小到现有仪器无法探测 尘埃云和太空似乎是生命存在的最后角落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宇宙尘埃与等离子体 一种电离气体接触时 会发生奇妙的现象 在模拟实验中 尘埃颗粒被观察到 可以自发地自我组织成 类似DNA的螺旋结构 这些等离子体晶体 甚至开始表现出类似生命的行为 自我复制 进化成更稳定的形式 以及传递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 等离子体是宇宙中最常见的物质形态 如果这些复杂 进化的等离子体晶体确实存在 并且可以被视为生命 那么它们可能是宇宙中最普遍的生命形式 当一颗巨大的恒星爆炸后 它有时会坍缩成超高密度的核心 被称为中子星 这些中子星是由原子核紧密堆积形成的庞然大物 其表面的条件令人难以想象 引力是地球引力的数百亿倍 然而 隐藏在中子星铁和外壳之下的 是一个让人惊叹的奇迹 由中子和亚原子粒子组成的炽热 致密海洋 这些失去电子层的原子核 遵循着完全不同的化学规则 这些规则不再以辨磁力为基础 而是以将原子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强合力为基础 理问上 这些粒子可以连接起来 形成更大的超原子核 而这些超原子核 又可以进一步结合成更大的超级原子核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中子星内部令人费解的环境 就模拟了生命的基本条件 由高密度核子构成的分子 漂浮在复杂的粒子海洋中 医学科学家甚至提出了难以想象的可能 奇异的生命形式 漂浮在这奇异的粒子海中 以难以理解的快速时间尺度生活 净化和消亡 生命不一定非要自然净化而来 它也可以被设计 一旦智能被引入净化过程 就打开了潘多拉摩河 后果未至 摆脱传统生物限制的人工生命和机械生命 或许才是最成功的生命形式 它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 包括真空太空 探索生物体无法企及的广阔疆域 与自然选择缓慢的速度相比 技术进化使生命能够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 并获得更加的适应性和韧性 据估计 自主复制的机器 或许能在短短100万年的时间里 殖民整个银河系 我们无法预测 超级智能生命会如何组织自己 但理论上 它们可能也会出现趋同进化的现象 硅的电气特性 可能使其成为机器智能的通用基础 弥补其在生物性上的不足 随着宇宙的演化 或许机器智能将主导一切 而自然产生的生物生命 则会被视为一种奇特的开端 也许我们自己会引领这一转变 人类这个伟大的实验 仅仅是浩瀚星际生命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 罗伦 爱斯利曾说过 就要在非人类的眼睛中 看到自己的倒影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那双眼睛 或许来自一位拥有智慧的外星生命 只有我们摒弃狭隘的进化观 才能更深入地探索生命起源 和未来可能性的广乎天地 我们一直在探索宇宙中 是否存在其他生命 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微生物 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震撼 但我们的梦想不止于此 我们更想寻找那些 拥有高度文明的意识 它们是否真的存在 我们能否与它们相遇 它们又是如何创造出惊人的力量呢 我们已经探索了60年的时间 现在新的篇章即将展开 新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大开眼界 让我们的视野从行星跨越到星系 乃至更遥远的角落 861个神经元 构建了人类大脑的复杂世界 让我们拥有改造星球的能力 然而 这究竟是自然进化的巅峰 还是宇宙中存在的 众多智慧形态之一 浩瀚的宇宙中 蕴藏着约十万亿个一只星球 这仅仅只是现在 可观范围的推散结果 这意味着 无数的生命星球上 可能寓意着 超越人类认知的智慧文明 寻找外星文明 不仅是科学探索的趋势 更源于我们内心深处 渴望与更伟大存在 连接的强烈愿望 发现外星文明 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再是宇宙中的孤独旅人 孤独感和恐惧感 将被消除 人类文明将迎来新的机遇 科技和文化将获得跨越式发展 我们将获得全新的知识体系 对宇宙和生命的理解 将更加深刻 与原始生命不同 外星智能可能在数千光年之外 就能被感知 这也意味着 它们更容易被发现 它们掌握着哪些 我们未知的知识 它们的科技水平 达到了何种程度 它们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体系 与我们有何差异 我们该如何与它们建立联系 200年前 面对浩瀚的宇宙 人类渴望找到同类的生命 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威廉 赫歇尔的德国天文学家 提出了在撒哈拉沙漠 点燃巨大火环的计划 希望以此 向外星文明发出信号 19世纪60年代 法国诗人奥古斯特 恐得更进一步 他设想用巨型镜子 反射太阳光 将北斗七星的图案 投射到火星上 然而 这些浪漫的想法 终究无法跨越星际的距离 即使是近距离行星上的核战争 以现有的技术 也几乎无法探测到 直到无线电的出现 才为人类寻找外星文明 带来了新的希望 无线电波 是一种肉眼不可见的光 能够自由地穿过星际气体和尘埃 成为远距离信息传输的理想媒介 1960年 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 德雷克等人 发起了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SETI 白计划利用射电望远镜 监听来自太空的无线电信号 希望能找到来自外星文明的信息 至今 SETI已经搜寻了数十年的时间 并发现了数十个可疑信号 然而 这些信号最终都未能被证实 我们在地球上孤独吗 一百光年外 是否有人在倾听我们的声音 这也是一个困扰人类一旧的世纪难题 我们自身发出的无线电信号 已经传播了一百光年 抵达了75个恒星系统 其中一些系统包含可能遗迹的行星 如果存在外星智能 并且它们位于这个信号范围之外 它们仍然可以通过探测地球大气层中的氧气 来推断地球上存在生命 为了寻找外星文明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得益于CETI研究所和突破聆听项目 人类已经搜寻了数千万颗恒星 然而 尽管如此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收获了一系列的误报和死胡同 我们称之为大沉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希望 世界上 我们的搜寻才当当开始 可观宇宙中还有两万亿个星系 以目前的科技还无法进行实地探测 如果把宇宙比作地球上的所有海洋 那么我们搜寻部的范围 可能还不如一个游泳池 浩瀚宇宙 星罗旗部 地球只是其中一粒尘埃 我们一直渴望着寻找外星文明的踪迹 然而 我们是否一直在正确的方向上搜寻 无线电曾被视为最有效的探测手段 但它可能只是 我们认知中的一种原始技术 外星文明或许拥有更先进的沟通方式 而我们对此一无所居 激光 滑破宇宙的沉默 高功率激光 能够照亮恒星 使其亮度超过千倍 更能承载比无线电派得多的信息 它如同一道 滑破宇宙沉默的闪电 指引着我们通往未知的彼岸 虽然激光需要在直接实现范围内 才能被发现 但它却能跨越光年的距离 照亮整个行星和卫星 这意味着 即使相隔亿万里 我们也能接收到 来自外星文明的讯息 必用激光发射器阵列 我们可以将搜索范围 扩展到整个银河系 无数的激光 将如同宇宙海洋中的灯塔 指引着我们寻找智慧的同胞 一项名为夜空脉冲的众筹活动 正在悄然兴起 它将利用激光脉冲 监测整个夜空 以其发现外星文明发出的信号 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 它有望彻底改变 我们寻找外星生命的方式 激光脉冲 为何如此特别 与传统的射电望远镜相比 激光脉冲监测 具有以下优势 灵敏度更高 能够探测到更微弱的信号 即使是来自遥远星系的光芒 也能被捕捉 方向性更强 可以更精确地定位信号来源 将搜索范围缩小到特定区域 不易受干扰 不受宇宙造声的影响 能够更清晰地接收信号 夜空脉冲计划 将利用激光脉冲 照亮整个夜空 就像在宇宙中 撒下一张巨大的网 捕捉任何可能存在的 来自外星文明的信号 这项计划 不仅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 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除了利用激光脉冲监测夜空 科学家们还考虑 利用中微子搜寻外星生命 中微子是一种亚原子粒子 几乎不与物质相互作用 能够轻易穿透行星和恒星 因此 中微子可以作为一种探测地下 或深空中的外星文明的工具 利用激光脉冲和中微子 搜寻外星生命 是一项充满挑战 但也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或许能够找到 更多外星生命的线索 甚至揭开宇宙中 生命存在的终极奥秘 科学家们最近证明了 中微子通信是可能的 他们通过240米的岩石 发送了一条简单的信息 如果高级生命 使用中微子通信 他们的信号可以克服任何障碍 以光速到达任何地方 他们的信息 此刻可能正穿过我们的身体 而我们却浑然不觉 然而 智能生命也可能选择 完全不同的通信方式 并利用时空本身作为媒介 他们可以利用高重力物体的 加速运动 产生扭曲时空的波动 向宇宙的四面八方辐射出去 这些波动就是引力波 但要想让他们被远方的探测器捕捉到 需要消耗极其巨大的能量 或许 他们还有另一种更简单的传递信息的方法 他们可以把巨型的遮阳板 放入恒星的轨道 让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律 遮挡恒星的光芒 形成一种类似于摩尔斯电脑的宇宙信号 或许 他们能够用极低的代价 维持这样的系统 即使传递一条简单的信息 也需要数年的时间 但最不切实际的可能性是 他们已经在我们的DNA里埋下了信息 有人猜测 我们基因里的一些序列 可能隐藏着某种信息 这是一个更高智慧的生命 在我们的遗传密码里游下的彩蛋 但这样的奇思妙想 却被一个更令人沮丧的可能性浮淹没 也许我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 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根据对银河系的精密计算机模拟 研究人员推测 智能生命曾经在四十亿年前就繁荣发展 并聚集在银河系的核心区域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这只是边缘的存在 隔着光年的距离 远远落后于银河系的黄金时代 或许 他们曾经造访过这里 在数百万年前 目睹过一个截然不同的星球 也许 他们早已灰飞烟灭 而我们只是居住在一个银河系的坟场 我们能够寻找到的不是他们的信号 而是他们的遗迹 事实上 我们能否发现 外星文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平均寿命 如果平均寿命只有一百年 他们就会像流星一样短暂闪耀 很难与我们相遇 我们的机会微乎其微 或许 他们能够延续数千年 甚至更久的生命 我们的机会就会大幅提高 意味着他们重合的可能性会增加 但是 如果他们根本不愿意交流呢 我们还是有办法寻找他们的 我们总是以为 外星智慧会有着与我们相同的交流动机 但也许他们认为 主动寻求接触的想法 太过冒险或太过无望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就需要在寻找他们的方法上 更加创新 在2015年 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不同寻常的恒星 它在不规律的时间里 忽明忽暗 与他们以往观测到的任何恒星都不一样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一团巨星的尘埃云 或者一颗碎裂的卫星 遮挡了它的光芒 但它也有可能是一种 外星巨星结构的迹象 虽然这种假设听起来很荒诞 但它启发了我们一种 寻找外星生命的新途径 不再是仅仅依靠信号 而是直接探测他们的工程 我们不需要寻找外星的大使 而是要寻找外星的工程师 为此 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寻找那些 让我们惊叹不已的外星技术 每个外星文明都有其独特之处 但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能量消耗 来对他们进行分类 我们就能窥探 他们可能拥有的技术 卡尔达消夫指数 就是这样一种分类方法 起初它将外星文明分为三的等级 一级文明能够控制他们的母星 并利用其上所有可用的能源 二级文明能够控制他们的恒星 并利用其所有的太阳能 三级文明能够控制他们的整个星系 与我们相比 他们就像神一般高深莫测 随着对宇宙探索的加深 文明等级从三级增加到了九级 就在频道之前的文明等级有详解 这里就不再细数 在我们追寻超凡的外星科技之前 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发现 那些还未达到一级文明的外星文明 我们下期再见